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SBB.1.5 Omicron 亞種是傳染性最強的變種 新冠病毒為了存活一直在突變 隨時都有一個新的變種出現 目前美國正流行Omicron新的變種 SBB.1.5急速擴散 美國東北部70%病例都是感染新變種導致 事實上SBB.1.5病毒株能附著在細胞上 也可輕易自我複製 次世代的疫苗對這個SBB.1.5或是對BQ.1 還是能夠產生一定的抗體 所以它除了可以防重症之外 也對感染有一定的保護力 多數是輕微的上呼吸道感染 並不會引起太嚴重的疾病 但是對於老人或有潛在疾病或免疫功能低下的族群仍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威脅 XBB.1.5症狀最主要是輕型淚流感症狀 像是輕微的發燒 喉嚨痛 咳嗽 流鼻水 全身有點倦怠 XBB.1.5的病毒株是近來越來越被大家重視的一個圖片型的病毒 它是從XBB家族所演變而來的 它也是Omicron的亞變種病毒株當中 逃脫力 免疫逃脫力最強 而且是傳播力最高的一個病毒 但是從目前的數據看起來 它造成的一個重症率或者是致死率 並沒有比Omicron的病毒來得嚴重 這是值得大家親信的地方 目前已經有29個甚至更多的國家有檢測到XBB.1.5的病毒 那這個變種病毒有一種稱為F486P的突變 它可以恢復與細胞結合的能力 同時可以免疫逃脫 這使得這個變種病毒比以前的病毒的傳播力就更強 讓全球學者及衛生組織擔憂的是 由於XBB.1.5的高免疫逃脫特性 可能會引發另一波的全球流行 甚至連之前感染過新冠肺炎患者 都有可能再次感染 像是疫苗仍然可以預防 而抗病毒藥物也能夠治療XBB.1.5的感染 目前這個病毒在美國成為主要的流行病毒株 但是前些時候開放的中國 並不是流行這個病毒株 而是以BA.5.2和BF.7為主 那當台灣國門開放 再加上春節回過返向的人潮 各種型的變種病毒株 有可能會隨之而進來 那幸好引起的症状都算輕微 也減少了重症的可能 不過民眾還是要做好防腹 小心防範 台灣的狀況以本土案例而言 目前還是以BA.5為主 那BA.2、1.75次之 但是在國外 像是美國或者是新加坡 BA.5已經大部分 被這些變異的亞型株所取代 從BA.1、BA.2到去年的九月十月 BA.5已經成為最流行的病毒株 不過在這前後也有一些 Omicron新型亞型變異株出現 可觀察是否導致疾病嚴重度上升 傳播力增加 或者是過去所施打的疫苗 是否還有效 成功大學科學防疫中心的研究當中 我們已經發現 施打新冠疫苗追加劑 可以有效快速拉升體內抗體的濃度 加強綜合病毒的能力 避免被感染 此外追加劑也能夠同時強化 我們的免疫細胞 也就是T細胞的作用 雙架型的次世代疫苗 對於原始的新冠病毒株 以及B.5的Omicron變異株 對於SBB.1.5的防護力 仍有待觀察 如果被感染有打過加強針 仍然能夠有效避免人體造成重症 降低死亡風險 TVBS新聞 吳奎妍 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新年快樂 視聴者們